其實還可以再稍微做一修改 哪個地方可以修改 各位可以發現 第一個我們這個公式 把這個地方F8 往下Input Bus 他出來之後 然後給他一個值 按確定之後會丟到B1 丟到B1之後呢 我們有那個 外回圈 內回圈 然後呢 Sales丟過去的話 特別注意 實際上丟過去的東西 是一個什麼一個公式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地方呢 丟過去實際上這個裡面 丟的是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的實際上就是從 這邊組了之後 再把什麼呢 這個之後組合之後的結果 丟到這個公式裡面 然後有點像這邊有個按個打勾 讓他去執行 的動作 可是這樣的方式是 一種方式 這種方式有缺點 就是說 組那個字串的時候 很多同學 就很容易打錯字 像我剛剛看到很多同學 那個雙引號的位置放錯 或者裡面多一個雙引號 就很會出錯 那有沒有更直接的方式 所謂的直接方式說 明明這裡面已經有 B1啊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用個什麼呢 用一個 Range B1來 表示就好了 因為呢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指的就是一個 儲存格的位置嘛 然後後面的公式 其實我們可以 給他一個 儲存格的位置 然後讓他去把公式 組合起來 但是你會發現這邊有個 B1 有個 A4 然後呢 其實後面 J-1 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位置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裡面會需要有 三個儲存格 的位置 可是呢 三個儲存格的位置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個位置 像 B1 因為呢 固定一直在B1的話 你可以用Range 來做 但是如果說裡面會有什麼 會有變數的話 會有需要跑變數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Range 你只能用什麼呢 用Sales 這個是原理原則 所以以後你們再撰寫 撰寫VBA的話 如果 那個位置固定的話 就是有點像鎖定的那個 那個部分的話 你就用Range 沒問題 但是如果裡面有變數的話 你就用Sales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 這個可以用Range 後面兩個可以用什麼 用Sales 那怎麼修改 我順便講一下 這個是公式 公式的 VBA 我們下一個是用什麼 直接用那個 Range 和Sales 那前面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你就要把這一行 如果你 不想把它刪除 當參考的話 我們通常會加一個什麼 單引號 他就變成註解了 不然你把它刪掉下一次 就不知道說你怎麼寫 其實這個程式寫很簡單 當時寫很簡單 你將來要再寫 就很難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 按照我剛剛的 原理原則 然後呢 把這一行 複製起來 一樣 是前面一樣 那再來 B1怎麼寫 其實非常簡單 Range 刮斧 雙引號 B1 這個又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B1那個儲存格 後面層嘛 所以 就不會需要什麼 自竄 竄來竄去 因為主自竄 對於初學者真的是 比較不容易理解 可是如果沒有 拋開這個自竄的 束縛的話 你會發現 這程式就比較好寫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第2種方式 不是用自竄的 直接什麼呢 取值直接丟值的方式 那第2個是什麼呢 第2個 我裡面呢 一樣刮糊 刮糊之後的話呢 1加上呢 哪一個儲存格呢 就這個儲存格 Sales的 比如Sales的這個